當時一個投資移民 他來了以後考察環境 我陪他到這個辛辛苦苦啊 這也是大冬天啊 陪他到蒙特尼啊 俄羅臺華啊 這個多倫多啊 到處去鑽 他對我印象很好 啊 後面就是他移民登陸成功了 他給我打電話 說小黎啊 咱們是不是能夠一起做個事情啊 哎 我說好啊 我說正好一個公司在那裡做的 他說那好 我投資 就這麼成啊 太簡單一回事啊 那 這是這方面的事情 另外就是收購艾德集團 就是我們開始做了艾德集團的加工帶領 那麼艾德集團海報油是牌子非常硬 我們自己出來BEC海報油 這兩個海報油在市場上就打起來了 這兩個是市場上最大的品牌啊 會不會想呢 就是 與其兩敗居上還不如我把你收購啊 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花了一部分資金呢 就把艾德的這個資金產權 因為很多研究在這個產品後面啊 然後在國內的經銷權 這個艾德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威信部 是有那個建制號的一個產品 已經在這個市場上 我也把它收購了 這樣做的話呢 就避免這個惡性競爭 然後呢 就是擴大這個企業規模 銷售網路是一個非常有效的 它本身就有一個銷售網路了 另外就是把這個競爭對手啊 變為了合作者 我把你收購了 咱們是合作方了 咱們不是市場上的那個競爭了 那麼2003年的時候 我們收購了艾德以後 我們產品馬上就過去了 就過到了中國市場 然後同時呢 2014年我們在北京成立了一個獨資企業 叫做生俄人斯 生物工程 北京運動公司 這個公司的作用就是 在把我們艾德和BEC系列產品 達到國內市場去 那麼這個你看腳踏上這些產品啊 我們一共擔貝20種產品嘛 是在國內市場上那個銷售了 同時呢 我們這個在瀋陽 又成立了另外一家 這個生產性的這個外資企業 這叫做生俄人斯 這個瀋陽運動公司 另外就談到一個這個多品牌 多品牌 因為這個 我講的這個 這個可能講遠了 大家很難理解 我講一個比較近的例子 假設你一個品牌 你在多倫多市場 假設有十個店在銷售你的東西 那麼這十個店必然打架 就是A店包含B店了 它的價格也低了 B店包含A店它的價格也低了 所以這個市場會做的很難 大家也不願意銷你的東西 如果你在出幾個品牌 讓他們分開銷這些 大家利益都可以保證 大家都很高興 這就牽涉到這個 你比如咱們中國人的市場 當地主流社會的洋人的市場 以及國外的市場 美國市場 俄羅斯的市場 印尼的市場 南韓的市場等等 所以我們採取了多品牌策略 這就是我們在2005年推了另一套系列 叫做Zelle 也是三十來個產品 這個產品就是說出口很大興奮的產品 因為為什麼要這麼多呢 在加拿大這個情況不同 加拿大有很多網站 利比爾海報油165塊錢 但在南韓這個牌子現在是19塊錢 這個價格差別太大 因為他們過關也要費用 如果他知道這個東西在加拿大就是5塊錢 那不是他抱怨南韓的 為什麼賣我19塊錢 但是如果不是一個牌子 他們就不會抱怨的 就舉個簡單的例子 這是為什麼我們又出了幾個系列的產品 我們2005年首批得到了加拿大JMP證書 同時我們產品到了南韓 俄羅斯 新加坡 印尼 好多國家就是你必須有他們國家的包裝 比如中國的 你必須用英文 必須要有中文的包裝 這是韓國出口的包裝是韓門的 我們在做我們自己產品的同時 在開發新領域的同時 我們給各個商家提供OEM服務 也就是說你要開發一個產品 你告訴我們你想開發的產品 我們給你提供配方一提 你自己提供配方一提 然後貼你的標籤 我們給你生產貼你的標籤 你取個ABC這個Trademark 我們就給你生產了 所以這個我們現在也越做越多了 這些你比如Jerry牌子 是我們把它生產的 然後南波這個海報約真的 就是我們也提供這些服務 其實這個是跟經銷商建立一個 勞固的合作關係的一個很有效的方式 它這個標籤都在你這裡印了 這個關係都建立起來了 它會一直賣你的產品 它不會輕易改變的 這是一種方式 最後來我就是因為時間 不太好